但是你的重视法主持人 你知道一个男人在外边 一天50块钱能够活吗 50块钱 我给你20块钱都不错了 我总需要 我一个男人在外边 我有同事 有朋友 我总需要有面子吧 对不对 总有说的 后期你怎么欠我的呀 我怎么骗你了 在你手机里看 你跟你个女同事 各种暗面的短信 什么宝贝啊 亲爱的 那是我一个普通同事而已 只是关心留几句而已 他在短信里说 说我对象是母老虎 我想找一个 就是跟那个 他一样的女朋友 温柔善良的 什么话呀 我没有说他温柔善良 我只是说 他挺通情达理的 你俩单独出差 怎么回事 固难刮女的 因为我是餐饮 领班我们需要 晚上生 当经理 培训 我们这两个人去的 我们也没有发生什么呀 为什么说你 什么也没发生 谁能信呢 一路上在火车 我们就聊聊天 聊聊的生活 聊聊感情 聊到你吧 你刚刚刚过去算了 聊到你之后 我同事也没有说你什么呀 他反而会说 你们在一起了 结果感情好好的 不要总争吵 结果你呢 他按的什么心啊 他当然按的好心 如果坏心 会这么劝我吗 我回来之后 一五一十 一字一语都告诉了 结果他就说 后来肯定有什么事情 后来他跟我说分手 我当时来气 当时我也分手了 我说我们咱们就这样 就是你们曾经分过手 后来怎么又好了呀 中间我们两个 分了半年多 然后之后他 我也知道 一直没出天下 我也没出 然后中间就出点小差 去我母亲生病了 他跟他母亲感情特别好 我知道这件事 第一时间我就过去了 因为我俩在一起过 我一直放不下了 说实话 对他还是存在真感情的 然后之后通过这件事 我觉得就是 我们两个之间 还是有感情 当时我就寻思 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虽说跟他和好 但是他变本加厉 还跟之前那女同事联系 我怎么变本加厉了 我对你不还是一心一意的吗 等手机里 我看跟那女的 去那个哈尔滨 那火车票 你怎么解释 我们去哈尔滨 是有原因的 我俩去哈尔滨这次 是因为我这个女同事 她父亲就是病重了 她父亲病重 跟你有什么关系 一直以来 她是一心情愿 我有什么办法呀 她一心情愿 你不去命她 能一心情愿吗 我不理她呀 结果她把我照片 给她父亲看了 你不理她 最后你不还是去了吗 你说她把我照片 给她父亲看了 你实话实说 你干嘛去了 我这是假装 当她一次男友 哎呀 我跟她 没什么关系 她老父亲病重啊 老人家就想看看 女儿的未来呀 我去了 是个意思吧 只是因为她一直 那她父亲在病床上 拉着你的手 跟你说了些什么呀 孩子 她父亲更没说什么 就说要我好好照顾她 好好照顾她 那你就好好照顾她去吧 我就硬着头皮去 我是真不愿意去 你不愿意去 你不愿意去 你不还是去了吗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她把我照片 给她父亲看了 她只是为了老人 一个遗愿 好吧 这事儿听明白了 我现在可以 问你几个问题吗 其实你跟她的闺蜜 一直是暧昧着的 是还是不是 不是 我没有 不可能不是 如果不是 不可能她跟她的闺蜜 闹翻 只是她闺蜜 给我发了几次微信 让我回了几句 你看看 她俩一直是 断断续续的联系 我跟你说 如果要把这件事情 真的咱们还原到生活里 其实说白了就是 这小子一直有 脚踩两只船的嫌疑 一度时间 她在你和你闺蜜之间 是脚踩两只船 你跟你那女同事 就真的那么简单吗 我们真的就那么简单 这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真的 真的 你觉得谁会信呢 单独出两次差 单独出差不是个事 为什么你那么怀疑 不是我怀疑 她跟她那个女同事 说我各种不好 说她怎么怎么累 跟我在一起 有什么事 你可以回家跟我说 为什么非得跟她说呢 其实这一幕 我觉得似曾相识 就好像她相亲 没相助你闺蜜 相中了你一样 为什么你会那么紧张 因为你发现 相同的桥段 怎么又出现了 不过上一次 那个桥段 获利的是你 这一次可能是 她的女同事了 行了 老师们看看 这事应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坦白说 有的时候我们做好人 不是因为我们觉得 亏欠对方 所以我们想要 多做一点什么 来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 可是恰恰就是这种 想要让对方好 就把事情弄得更不好 首先是你 对吧 好 我相信你说的 一开始你的闺蜜 对她没意思 但她对你有意思 对吧 然后既然你闺蜜不要 你就简单用了嘛 人家闺蜜是要的 问题是 但她一开始不要是吗 对 但她后来突然又想要了 对吧 就是我俩在一起 不长时间之后 她告诉我 我告诉你 这一件事情错在你 在你一开始发现呢 你有可能会跟她在一起 你要接受她之前 如果你真的把闺蜜当闺蜜 你一开始就该告诉她了 那不叫善良 是你的逃避 因为你逃避了当时的这个压力 所以就让后来的压力呢 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了 你在一开始没有告诉她 后来就更说不出口了 你如果在一开始就告诉你闺蜜 说那天那个相亲的男的 你真的没好感是吧 你没兴趣 跟她追的我 我能接受吗 如果真的是好姐妹 这话有什么不能说的 这表示你不相信 你们的姐妹情谊 你不够相信友情 接下来 你也不相信爱情啊 你跟你的闺蜜 后来交恶了 这笔账要算在她头上 这是哪一个道理啊 你在这家店没付钱 所以在下一家店的老板 你就对她特别苛刻 有这个事吗 你跟你闺蜜的感情 处理得不好 这笔账不该由她付 因为一开始是你说 不要告诉闺蜜的 所以当你对她特别严苛 她觉得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恰巧 你们两个有一个地方非常像 她无法抵抗 面对闺蜜的为难这件事情 所以她选择逃避 你也是啊 你在她对你极加控管的时候 你也没有办法直接直面她 告诉她 我不要你这样对我 你跑去跟另外一个女人说 这算什么英雄好汉啊 这不是另外一种逃避吗 你们都避开一个你们觉得比较困难的事儿 去找了一条比较方便的路 但是这个比较方便的路是未来会带来大麻烦的 然后你还得去演人家的男朋友 接受人家一个病弱的老父亲一个蒙在鼓里的请托 你这是帮了她还是害了她 感情上是不能用施舍给人家感情的 也不能够演人家的男朋友 演人家的女朋友 或者是假装我们没怎样 因为所有此刻的逃避 都会变成未来的报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